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达老师的达人语文课堂 既我们说过这个全命题作文之后呢 今天要讲到的是另外一种半命题作文的一个课程 半命题作文是除去这个全命题作文中 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考场作文当中的一种形式 对不对 并且很多小朋友会觉得 他的考察内容更加的深刻 为什么呀 因为全命题作文就把题目告诉我们了 我们只需要根据题目找准中心 然后进一步的确定一个角度来转的写作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半命题作文就是在原有的一半的题目之上 我们要加以补充 把这个标题补充完整 来确定自己的利益中心 从而确定整个作文的内容 对吧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这半命题作文可能更加的有挑战性 对吧 那么今天就和小达老师一起看看 在半命题作文的这样一种作文方式 作文考察方式中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让自己的题目变得更加的亮眼 毕竟如果他给你机会让你理标题了 虽然只有一半 但是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 让这个题目变得更加的有创意 能够吸引眼球 那么我们经常说提好文一半嘛 对吧 那你的文章也会增添不少素材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半命题作文呢就是我们的考证老师 命题人只给出我们作文题目的一部分内容 先由考生呢按照要求将题目补充完整 然后再进行写作的这样一种方式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啊 那么它包括两个性质 一个是限制性 一个是灵活性 限制性在哪里呢 基本上我们的半命题作文它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也就是说有一个大的范围和大的方向性的确定性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也给个横线让你补充完整 在这个后面给出的已知标题中呢 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 也会提供一定的范围 只不过让你填充一些具体的 更加细微的 小范围的一些词语 让你把它的这个整个命题范围呢能够收小 从而你写出跟你自己你想到的 跟你自己有关的这样一个作文 OK 那么大概就知道它有限制性 那么灵活性就在于这一部分 灵活性 如果说什么是美丽的 对吧 我就可以说人心是美丽的 环境是美丽的 它会给你一定的自由 让你去选择一个角度 对不对 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那么当然在限制性和灵活性两重考验之下 非常挑战大家的这种命题 拟题的能力 我们等会儿会具体讲到 所以说半明题作文的比较突出的考察了作者的 就考生的这种构题 就是构造一个题目 审题 审题能力 在已知的范围内找准方向 那么并且构思及预言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 对不对 如果说你能在标题中有一个创新性 那么足以能够表达你的这样一个语文基础和预言表达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标题 我们说经常是说它是一个文章的眼睛 对不对 我首先看一篇文章我是会看到这个标题的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文章内容的一个高度浓缩 也是文章内在灵魂的一个集中表达 所以说刚才小达老师已经说过了 提好文一半或者提好一半文 标题的优秀 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标题的优秀也是整个文章成功的开始 那么从某种角度的上来说 你提的优劣是直接关系到文章品位的高低 那么写好半面题作文的关键就在于补充题目 那么而你一个恰当的标题首先就要审清题 具体审清题我们是要根据哪部分来审清题呢 我们来看看啊 好 首先要确定的是半面题作文中拟题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大家想一想啊 你们肯定是会有这样的半面题作文考察过的 对不对 那你在拟题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全班同学做完作文之后在讨论的时候 其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啊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什么也美丽 OK 那么我们再想想这个题目 首先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让你拟题你会怎么拟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挫折也美丽 失败也美丽 OK 这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困难也美丽 什么什么 缺点也美丽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挫折啊 失败 这是大家非常容易 第一课就能想到的这样一个标题 怎么样 逆题 雷同 也就是说 当考卷看到第一个 挫折也美丽 不错 这小孩子有思想 好 第二个 失败也美丽 怎么感觉都讲的一样 然后继续 缺点也美丽 都一样 然后改到最后一篇都一样的话 这就有一个 女情雷同 没有心意的一个问题出现了 好 第二个 生活也美丽 哦 生活也美丽 不错 当然了 我们生活是咱们的丰富多彩 但是 这个生活这个概念啊 实在是太大了 对不对 哎 如果你在一篇500字左右的作文中 能够讲到一个生活也美丽的问题 相信 你一定 这个作文水平非常高 能够这么高度概括 对吧 所以说它的范围有点大 你提宽范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版书也美丽 对不对 好像貌似 挺有心意的啊 然后就觉得 你就会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版书也美丽 是老师的这个版书很漂亮 是吗 就是写字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构图是不是很漂亮 是吧 哎 那么就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简简单单的 版书也美丽 好 笔记也美丽 铅笔也美丽 橡皮也美丽 笔记本也美丽 等等等等 就是已经具体到一个非常具体 具体细微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 你是认真的在审题 在思考 在拟题吗 所以说在这里可能有一个 拟题随意的问题 一定要想清楚 你的作文 想想占那么多的分数 我们在拟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你这个后面所写的内容 肯定是要跟题目中 所涉及到的东西相关 如果你版书也美丽 我不知道你后面 会写多少的内容 来判断这个问题 而且在这里呢 就考察一个大家的这种 是否能够认真体会 题目的意思的这样一个能力了啊 这里关键词其实在一个也 美丽没问题 对吧 美丽的事物有很多 关键在于什么 也美丽 也 我们经常说 他美 我也美 对不对 他美 我也美 他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存在 对比性 非常好 那么对比性的存在 才会说什么什么 也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他很巧皮 那个小孩也很巧皮 对不对 他是有一个这样对比观察的这样事物存在 所以我们说 挫折也美丽 我们说成功非常棒 非常美丽 非常耀眼 对不对 但是挫折同样也可以美丽 你看这样就比较说得通 那么你如果说版书也美丽 那你所对比的一个对应的事物是什么呢 好像我貌似找不到 所以说在这里需要大家对题目 一定要认真的思考 OK 拿出你的这个语文感觉来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总结一下 他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据于提示 可能文章的这个 就是作文的这个 题目中可能有一些提示语 对不对 我们上一课说到了 那么据于提示 然后导致这个你提过大 我们的提示语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对不对 他会提供多种思路 比如说给予 他可能说你给予别人什么 给予别人温暖 给予别人友好 给予别人什么什么什么 他会提供很多个信息点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提示就 哦 原来要写这些啊 然后你就把这全部写一遍 他就会算为太大 提示语所给你的是一个方向性的思考 你需要从中只需要挑选一个方向就OK了 你这样多方向的走 很容易让你的文章过大 并且忠心怎么样 不突出 第二个问题叫做选材俗套 情感平淡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挫折也美丽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 他其实有很多人会想到也有很多人会写 并且写这个问题也会有很多雷同的素材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永远用那些素材 而没有自己的一些真情实感 导致整篇文章非常的平庸 非常的平淡 OK 然后第三个 贪大求全其实跟第一个有点像 对吧 我面面俱到的写 那么反而没有一个突出的事物 从而缺少对这一突出事物的怎么样 细节描写 OK 第四个 脱离自我 文提不服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写了一个非常酷炫的标题 然后呢 你就觉得我肯定会把它写好 但是你却 你却有点背离我们本身这个题目 想要让你写的问题 对不对 板书也美丽 对不对 铅笔也美丽 你就会觉得 他说什么也美丽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过题目了 他是有一个对比性的写法 对不对 有些东西我们觉得美丽 但是跟他相反的相对的东西 我们也会觉得美丽 是这样的一种思考 最基础的这样思考存在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进行延伸 但是如果你连这最基础的部分都背离的话 可能就会存在一个什么样 跑题的危险 如果跑题了 那你整篇文章就可能会达到最低级的那一层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什么也美丽 我们继续来思考一下什么也美丽 那么半名题作文特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形式 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 两个部分组成 那么前面部分呢 后面部分是限制部分 给定你的东西 对不对 它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所说过的什么呀 命题作文 给你给定的题目 所以这个信息点 美丽 这个形容词 它是怎么样 限制住的 我们所描述的对象 所写的对象 轮章的内容 这个对象是要美丽的 OK 那么另外这前面部分 需要你前写的内容呢 它是怎么样 不是限制部分 可能是需要你灵活运用的一个开放部分 它相当于一个话题作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这一部分 您看一下 什么也美丽 对不对 它是一个主语的 这个充当主语的一个成分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对象的选择 你说把对象写的更美丽 也美丽 对不对 那么什么成为了一个关键 那么这个什么的选择 就变得很多重 你就可以进行自我的选择 所以更开放 更倾向于话题作文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也 我刚刚已经强调了 关键在于呢 一个也字 也如何提现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 小草对应什么呀 鲜花 我刚刚说了 肯定是有一个对比对应的存在的 那么好 来考察一下大家啊 小草对应鲜花 那么继续呢 溪流对应的大海 OK 你看小草 默默无闻的 小小的在下面 对不对 鲜花就是啊 就非常美的 含苞待放的 这样感觉 嗯 溪流小的弯曲的 而大海非常面积非常大 蓬勃的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平反对应的是什么呢 呃 对应什么 伟大 对吧 一个平反一个伟大 我们说伟大 本来很美丽 对不对 伟大的人物都很美丽 但是平反到也一样可以很美丽 对不对 好 白发 白发 什么 对应什么 青丝 对不对 青丝黑发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白发 我们说就是年轻气壮 年轻的青春是美丽的 但是老年 哎 我们这个 木气沉沉 就是像一个非常老年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很美丽 那么下面挫折失败就出来了 对不对 顺利 挫折对应顺利 失败对应成功 你看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存在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在这里 就是什么也美丽 前面补充的 应该是哪些内容呢 哪些内容呢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一句 小草 平凡 挫折 吸流 白发 失败 像这样的 与明显就很美丽的东西 相对应的这样一个事物 怎么样 能够理解到吗 如果这理解到了 相信没有问题 相信没有问题 所以说要有参照物 我们说 我们这个高中物理的 第一课 我记得 第一课好像就是说参照器 参照物 对不对 就是我所静或者动 它是有一个参照物存在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美丽 也需要有一个参照物 对不对 本身美丽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多说 但是它的对立面 本来我们会觉得不美丽 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说的 很美丽 对吧 OK 相信大家应该能体会到 小达老师这个意思 那么这题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稍微休息会 马上回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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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